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 來到晚上的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經傳 有人收到一張高達6000元的煤氣單 煤氣費有沒有這麼貴 整個過程很奇怪 和各位一起講講 各位都可以注意近期的煤氣收費 突然之間有非常高昂的收費 會不會跟這件事的情況相似 另邊雙也說說有個男人疑似是踩線 可能想爆隔 結果被人抓到 那人不斷掌刮他 不過網友質疑 那人是否真的想爆隔 還是有所誤會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這個在公屋出現的踩線男子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是否天價賬單 外傭入屋兩個月 煤氣費升了8倍 至6000元 雇主質疑三宗罪所致 報導的內文提到 這位雇主就在Facebook群組 香港雇主討論區法鐵文表示 自從3月聘請外傭過後 家裡的煤氣費是迅速飆升 就說由最多的600多元到差不多10倍費用 住這麼久 未曾試過這麼勁抽 質疑和外傭經常開關煤氣爐 每天洗兩次涼 天氣熱都開熱水洗碗有關 但也沒理由這麼誇張 從他上載的電子帳單記錄可見 今年1月的煤氣費是322元 3月的時間金額是647元 但聘請外傭過後 5月的帳單突然飆升到5764元 雇主就說 之前還特別買了一部全新的分體式冷氣機給外傭 就說他這陣子睡覺就會開含冷氣 而且外傭自己佔用一間房他一家三口就迫一間 雇主不滿外傭經常趁他和丈夫外出的時間在房間探冷氣 就說留下我阿B在廳上吹風扇 甚至連休息日都不放過 由早到晚開冷氣直到他提早回家才發現再散冷氣 他無奈地表示 我現在很擔心之後那些水電煤都會很誇張 又問問其他網民聘請的外傭有沒有出現這個同類情況 不少網民看過帳單後都直呼誇張 就說就算家裡煤氣壞了 有氣體洩漏也不會那麼貴 亦有網友留言表示 你開壞了頭髮 不要不敢說他洩底的是你 姐姐是不會多謝你 他會覺得是老鳳 不過有網友就猜測情況可能和煤氣公司抄錶有關 就說煤氣應該在疫情期間沒有抄錶 一直估低 現在抄回一頃就交三年 亦有網友說我上個月3,700元煤氣費 問煤氣公司說是抄完錶和預計煤氣錢不同 所以收回多些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收到天價的煤氣費單 高達近6,000元 平時是洗幾塊水 於是嚇倒這個人 這個人以為外融入屋後可能引致煤氣費飆升 不過有更多的網友認為會否是疫情三年沒有抄錶 結果煤氣就一直收少了錢 眾說紛云 這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煤氣賬單看看有沒有異常 若然那些三年疫情沒有抄錶 一口氣就交回多些錢的情況也可能會出現 另外亦講講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公屋踩線的男子遭到私料是暴掛的 眼泛淚光球瑤說你打死我也是沒用的 網民揭發一個原因疑似是冤枉了人 報道的流氓提到網民熱以一段公屋而似 是踩線男子被私料暴打的影片 打人的港男一邊教訓踩線男子一邊拍片暴措 說踩線男子被打到眼泛淚光球瑤說你打死我也是沒用的 不過有網友揭發一個細節疑似事件屬於冤枉 影片全場45秒未知拍攝時間和地點 一名滿口爛牙的男子似乎在公屋的走廊被截倒 影片的港男指責他在踩線 全程不斷掌掛過男子 被指在踩線的男子被刮至臉俠紅腫的眼泛淚光 他不斷否認在踩線 更揚言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也是沒用的 網民紛紛批評拍片的港男未審先判 濫用私刑 部分網民更加點出一個細節 指出疑似踩線的男子可能被冤枉 當中提到不少網民認為 片中港男質詢有不少疑點 懷疑這個踩線男子被他冤枉 網民問究竟這個男子是柯尿還是踩線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是公屋發生的 話說這個疑似踩線的男子 就是鬼鬼祟祟在走廊走來走去 有人捉住他 然後動用私刑不斷掌刮他 不過期間原來這個男子被人罵他 就說這個人在走廊裡窩尿 究竟是窩尿還是踩線 還是因為他想窩尿 又不想被人發現 所以鬼鬼祟祟不得而知 但網民紛紛批評拍片者濫用私刑 這個做法非常不妥當 另外專題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長沙灣輕道智障婦人 疑似遭到男性朋友徐三兇襲 警察抓了一個37歲的男子 報導的內容提到 長沙灣一名35歲輕道智障的女子 懷疑被一名男性朋友女次編禮 最終女事主向丈夫揭發事件報警 女事主透露涉事的男子多次在她的丈夫不在家 上門到訪看電視 乘機向她飛禮 今個月8日被男子帶上對方的預所 脫去她的衣服和空襲 警方經調查過後 在日前抓了一名37歲的本地男子 涉嫌於本案有關 據報繼續跟進當中 也了解被捕的男子懷疑有智力問題 女事主馬太早前接受訪問指 一名男性朋友過去曾經多次在她丈夫上班時 上門就說看電視 期間曾經4至5次向她飛禮 不過她因為害怕而未有向人透露 直到5月8日晚上 馬太相約對方交環留下的八達通 被對方帶上長沙灣的預所飛禮 包括脫去衣服和苦莫空暴 及後馬太再被帶到一個公園和再次遭到飛禮 其間丈夫來電馬太當時把事件告訴給丈夫 那個男性朋友逃走 丈夫代為報警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若然案情屬實 這個男子也相當離譜 據報這個男子本身也有智力問題 而事件就因為馬太一直不敢告訴別人 到事發的當日丈夫打電話來時 她又和盤托出 結果丈夫代為報警求助 事件繼續跟進當中 另外亦說說這件怪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是否偷拍獨居的港男沉獲針孔鏡頭 而此遭到他父親監視 網民揭露真相 報道的內容提到 事主近日在連登討論區發帖文表示 自己獨立自住已經9個月 最近發現看手機的時間 父親就剛好在家族的WhatsApp群組發訊息 加上小時候家裡安裝過鏡頭 而且父親亦在相機防潮箱安裝鏡頭 認為發的訊息時間太吻合 令他忍不住懷疑自己家裡有鏡頭 其後事主在家裡的飾物櫃中 找了一個沒有插電的鏡頭 記得父親曾經上門收拾東西 事主不清楚鏡頭能否有運作 就問如果能夠用得到的話 真的完全沒有私隱 又透露父親從小到大 都對子女的控制欲比較強 煩惱應否在家族群組當中直接質問 貼文隨即人討論 有網友認為事主的父親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不尊重他 就說你這樣也容忍得到 被我罵爆他 不過有網友詢問事主父親有沒有航拍機 再對比兩者的鏡頭 大家才愚夢初醒 相信櫃中找到的鏡頭 其實只不過是航拍機的零件 獨立出來的時間完全沒有拍攝功能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虛經一場 原本這個人想執問父親 但原來父親沒有你這麼好戲 就沒有在你家 即是自己住的家裡安裝鏡頭這麼誇張 事件原來一場誤會 多謝各位 尤其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